大家好 吊蓝是非常好养护的一个关业植物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为了增加它的观赏性 经常给它修剪 打造成盆井 一盆普通的吊蓝 我们怎样给它打造盆井呢 首先就是提根栽种 让吊蓝养成一个老庄的盆栽 像一个盆井一样 首先我们要经常给它修剪 修剪底部这些萌发的心芽 侧芽还有一些叶子 让溜蓝的根部长出来 还有这个茎茄更长 这样提高它的观赏性 因为溜蓝的根系是一些柚枝根比较粗壮 提一部分上盆土表面也是可以存活的 我这盆溜蓝上盆的时候也给大家分享了 用这个芝麻饼肥 作为底肥 因为芝麻饼肥含有丰富的大连加元素 其中大元素含量比较高 能促进吊蓝 叶片生长 提高叶力素 同时含有丰富的伏极质和有极质 我们把这个侧芽修剪了之后 底部的叶片修剪了之后 每隔半个月 用喉兰进口的快速复合肥 这种素效的复合肥 主要是含有丰富的解岩素 解岩素能促进 吊蓝的根系粗壮 提高光合作用 同时也能促进脂干粗壮 在后期养护更有利养成一个盆井的吊蓝 让根系长得更粗壮 每次换盆提一下根 后期根就越长 增加了我们的观赏性 如果是不想打造盆井的话 我们施肥可以选择一些含氮肥比较高的肥料 能让它快速地冒盆 大家看到了我这盆 叶片非常茂密 非常犹豫 就是经常使用这个淡炎素 好了 再见